首先祝各位在座的弟兄们节日快乐 不管是已经是做了肉食的父亲的还是没有做的 但愿我们都成为好的一个属灵的父亲 那首先呢 我们想到这个在父亲节的这两天之前 就我发现就是微信啊什么email 还有这些新闻上面 都是很多关于父亲节的一些信息 或者互相的祝贺 互相这样的慰问 但是呢 有一些很有趣的图片来给大家看几幅 就是它的标题是说 看是不是亲爹 看照片就知道了 所以你们看这是不是亲爹呢 所以这看上去是亲爹 他说是不是亲爹 看照片就知道了 那第二幅呢 这也是亲爹的样子 第三幅 其实大家都在 这样的一个情形 也是亲爹的样子 这是一个女儿 爹呢跟女儿的打扮 也是亲爹的样子 这也是亲爹的样子 也是现代科技给亲爹的样子 有呀学呀 所以这是你说有了孩子以后断念更有动力了 然后看见没有 这样的来练他的肌肉 那 最近呢 我们女儿和女婿也做了 做了妈妈 做了爸爸 所以他们也挺开心的 在这个照片一直发给我 虽然我在那里有两天的时间 然后回到家以后 又一直发 他们就建立了一个相片的一个亲友的一个 一个相片网站 就是把女儿的相片 就是天年都要发好多照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怎么白天照的都是睡觉的呢 他说 哎呀 最近就是颠倒黑白 晚上就不睡觉 白天就睡觉 晚上从12点到10点一直不睡觉 所以就白天照的相片都是睡觉的相片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看这个父亲节的信息 来分享父亲节的信息的时候 我为什么选择了提摩泰后属 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那一段呢 其实好像跟父亲节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过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保罗是提摩泰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夫妻 所以保罗是怎么样的来带领来教导提摩泰的 其实就是给我们今天 我们要做肉身的夫妻也好 我们要做属灵的夫妻也好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榜样 那我就用了三个批来总结今天的信息 第一个批呢是优先的次序 它让欧人批是一个优先次序 那当我们要讲到这个优先次序的时候呢 我们再回头把这个提摩泰后书的第三章一到五节的经文 再来读一下 刚才我们只读了十到十七节 没有读一到五节 那么我们现在来读 提摩泰后书三章一到五节的这一段经文 为什么我会要这样的回过头来读呢 大家读完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们一起来读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要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他爱情财 自划 狂傲 傍负 唯贝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胜洁 无情绪 不敬怨 好说谗言 不能自决 性情是好 不爱良善 卖主卖主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业乐 不爱神 有敬虔的坏 却没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 你要让我看 本来我还是想 在科技里面能够自由的 上个礼拜没有自由 所以我还是把这全品交给 交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了 所以我就不自己来 我要一边讲 一边翻 一边来摇课 那个我还没有学好 所以不自由 不像我师弟兄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 用因运用了 那为什么 我要选这个第一到五节呢 他这里说 末世的日子必有危险 必有危险来到 那这样的危险 是什么危险呢 那其他的 我就不跟弟兄姐妹分享 只提到对我们家庭的危险 这里面用五个词来形容 这个在末世的情形里面 对我们家庭的危险 第一个词是什么呢 就是违背父母 这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 第一节到第五节 保罗特别的在交代提摩泰的时候 这是我们知道提摩泰前书 提摩泰后书 是他真正的快要离开世界之前 保罗 所以这个人快要离开世界 而且知道神给他的日子 不多了 在世上的日子 所以他特别的对他所带领的 这个属灵的儿子的一些交代 那一定是语重心长 而且是非常的推心直腹的教导 所以他说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对我们家庭的影响 危险是什么呢 违背父母 违背父母是什么意思呢 违背父母就是说 现在的孩子都不听从父母的 你看从保罗写 这个提摩泰这个后书的时候 是公元后的 大概这个六十几年的时候 你入皇帝 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那到现在你看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 这都是在这个末世的情形里面 当然现在的情形就越来越接近 主在来了 因为两千年过去了 神大概给世界的时间 这个末世的时间 大概真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虽然我不敢说具体是哪一天 但是真的就是很快的 所以当保罗说 在末世的危险 违背父母 你观察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好 一般没有信主的这些家庭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你看那些孩子 几岁的孩子 让他做什么的时候 他不是说 Yes mom Yes dad 他是说 No 看见没有 你看那些孩子 你问我们在座的影响 做父亲的弟兄姐妹 总是说 No 然后Go Go 都是这样的口气 对自己的父母 都没有说 像我在德州看到一个家庭 他的孩子 当他父亲跟他说什么 当他母亲跟他说什么 都是说 Yes mom Yes daddy 都是这样的口气 没有 都是违背父母 这是现在的情形 都是说 No no 你无论跟他说什么 都是No no no 这是第一个 他用这个词来形容 今天的末世的危险 对我们 末世的日子里面的这些危险 对我们家庭的影响 第二个呢 他用了一个忘恩负义 这个词来形容 什么叫做忘恩负义呢 就是现在的孩子 对父母的付出 没有感恩的心 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你对我做任何事 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一个感恩的 一个谢谢父母付出的 这样的一个心 这是非常的这个危险 也是非常可怜的状态 前一段时间 我不记得是前一年 还是前几个月 看到一个报道 就在我们身边的 Selong Beach 说有一个年轻的 一个大概是大学 刚毕业还是没有毕业 我忘记了 那个具体的看了 那个报道 他就是因为 一直向母亲伸手 要钱要钱要钱 但是呢 他们家住的那个海边的 那个房子也那么好 风景也好 又是海边的房子 可能他母亲是有些钱 那是当后来 他的母亲 不能够一直满足 这个儿子 问他伸手要钱的 这个状态底下 最后这个儿子 做了什么举度 你们知道吗 极端地把这个母亲杀死了 竟然把这个母亲杀死了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 是两个的事情 真实的 所以忘恩负义 是现在的这个 普遍的社会的这个潮流 大家所看到的情形 这就是末世的光景的一个证兆 第三个呢 他用第三个词来形容 这个对我们家庭的影响 心不圣洁 什么叫心不圣洁 就是孩子根本不尊重父母 刚才我们说 孩子不听父母 一直说 你对他的要求都是弄 但是还有不尊重 你看 在家庭里面有时候 你看这个父母姐 当然我们现在推崇一些美国的文化 一些好的方面 比如说大人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应该尊重孩子 应该蹲下来 甚至跪下来 跟孩子在一个 不要好像这个居高临下的 对着孩子说话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很好的一些画面 那些大人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都是蹲下来 然后跪在他的面前的小孩子 几岁的孩子 也非常的可爱 这当然是 也是很好的 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以后 随着孩子的长大以后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现象 当这个大人 再跟这些长大了的孩子讲话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 爱理不理地 继续玩他的手机 继续看他的iPad 继续 你跟他说什么 他爱搭枪不搭枪的 他没有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 跟这个长辈说话 没有 他没有对一个长辈起码的尊重 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形 所以也是非常可怜的 当然 在这种情形底下 当长辈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不要说 不去看那些他的电子设备 至少他要忘得这个 跟他讲话的长辈 他根本不忘 就继续玩 嗯嗯嗯 或者是用英文 或者是用中文 你看到的家庭 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也是很可怜的 然后 第四个呢 他用什么词来形容 这个危险呢 对我们家庭的无亲情 什么叫做无亲情呢 就是 这个亲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父母亲 儿女 然后 包括 甚至在教会的一些 长辈和后代的这种 亲子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什么叫越来越疏远呢 就是大家忙于事业 忙于工作 忙于学业 忙于 然后跟自己的孩子的关系 我这里举两个 大家都认识的人 第一个就是 这个沙切尔夫人 哇 他在政坛的时候 差时风云 那他非常幸福的是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 支持他的丈夫 所以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丈夫支持他 但是 他的两个孩子 一儿一女的 就是跟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到了他最后 晚年的时候 他退出政坛 然后得了这个 好像健忘啊 或者是这些 老年人的一些疾病的时候 他的丈夫又先离他而去了 这个时候他非常的孤独 想要他的孩子 来看看他的时候 他的孩子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他在我们小的时候 也对我们没有什么关心啊 也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爱啊 他不要指望我们去看他 这是他的一儿女说的话 所以最后我看到 那个照片新闻报道上 在那个沙切尔夫人的 葬礼上面的时候 他的那个儿子女儿 还有结了婚的 甚至包括的孙贝 站在那里 好像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很能握的样子 反而是一个 他的另外一个朋友 他一直在那里抹眼泪 一直在那里抹眼泪 对于他的离开世界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说明亲子关系的疏远 大家知道 德国的一个总理叫做科尔 他是非常 这是在政坛上 也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当东德西德统一以后 他做了非常很大的贡献 也非常大的一些政绩 就是当时也是世界各地 对他的评价也非常好 但是非常可怜的也是他的家庭 两个儿子跟他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越来越疏远 所以当他最后的时候 当他六四六 他现在刚刚前天才去世 这个科尔中立 87岁 但是他的两个儿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呀 他不是跟我的母亲结婚 他是跟他的政党结婚了 跟他的政党结婚了 所以呢 他的两个儿子 后来根本不跟这个父亲往来 当他的母亲离开世界以后 六十来岁的时候 离开世界得病死了 他们就再也不跟这个父亲往来了 所以这是非常可怜的情形 就是无亲情 这是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情形 然后保罗在用第五个词来形容 这个危险对我们家庭关系的影响 是不解怨 什么叫不解怨 不单纯是无亲情 就是这个关系疏远了以后 还不能够饶俗 还没有办法使这个冲突能够解决 没有办法饶俗 所以互相都不饶俗 这是今天仍然我所看到的一个情形 所以当保罗用这五个字来形容 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光景 对家庭的破坏 对家庭的影响的时候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没有想过 今天包括我们在座的 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把 这个优先的次序放反 把重要的事情放成次要的事情 把次要的事情放成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次要的事情呢 我们把它认为重要的 比如说我的财富 比如说我的事业的成功 比如说我的追求的名誉 这些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去追求 但是对于重要的亲子关系 家庭关系 夫妻关系 这些认为重要的呢 却常常花很多很多 很少很少的时间去经营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的情形 包括我们信主的人 常常也是这样 其实魔鬼 常常就做这样的事情 在人群当中 做什么呢 做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 让我们把重要的事情 变成次要的事情 把次要的事情 变成重要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百货商店 百货公司里面 然后呢 就发生了一个盗窃案 这个很奇怪的呢 这个盗窃案呢 两个小偷进去以后 没有偷任何的东西 不偷东西 干什么呢 花了一段时间在里面换标签 把贵的标签贴到便宜的标签上 把便宜的标签贴到贵的标签上 贴完以后他们走了 然后第二天呢 就有一些人买东西 包括他们自己也进去买东西 这个时候才发现在把他们抓住 就买了一些东西 顾客都已经走了 就很便宜的五块钱 买了几百块钱的东西走了 然后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把那标签都换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发现 哎 怎么搞的今天这个营业的时候 发生这些事情 这个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是同时也表示着 今天魔鬼常常就做这个 偷良换主的工作 在我们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人群里面 把重要的事情变成吃药的事情 把吃药的事情变成重要的事情 我们以为是重要的事情 哎呀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赚了这些钱 就是为了让后代过一个好的生活呀 难道不对吗 好像是对 但是呢 因为你没有花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 结果当他长大以后 他并不认可你所花了这么多时间 挣来的钱要给他花 他不认可这些 那 曾经有一个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育专家 他就到处演讲 他就说 你们只要照我的理念 你们的孩子一定会好 你们的孩子一定会成功 什么理念呢 他就是说 要多跟孩子在一起 要什么孩子的活动都不要缺席 然后要带孩子参加各种的活动 大家就照他的理念去做 好像也不错 但是非常具有讽刺 因为的是 等到17年以后 他的儿子17岁的时候 结果就用枪杀死了一个16岁的女孩 结果他的儿子被判25年的毒性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说 我用我的理念 就是要花时间多陪孩子 结果怎么我的孩子长大以后 还是变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把优先的次序放弃 什么叫优先的次序 最重要的是 不是说你跟孩子在一起 就叫做优先的次序 而是把圣经上神所启示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 世界观和人生观 我们常常过的人说的三观 要把这样的观点 借着神的话传给他 这才叫做优先的次序 这才叫把次序放对 而不只是说满足他物质的需要 而不只是说有已经花了时间陪他 就已经是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圣经神所启示的这样的话语 把这样的三观传给自己的后代的时候 这还不叫做摆正优先次序 那最近大家在看这个球赛就是在这个6月12号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NBA的这个非常特别喜欢篮球的 我想我们有些青年弟兄特别喜欢篮球的 一定会看 哇最后这个总决赛 冠军谁得了呀 金州勇士队得了这件事 是不是 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这个骑士队的 就心里有些失落 但是呢当我看到当我看到这个评价时候 我也不是这个骑士队的粉丝 我也不是这个金州勇士队的粉丝 但是我看到一些评论 我觉得对我有一些启发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骑士队的这个James 这个Lebron James 他是一个精英文化的代表 所以你看到在球场上的那个打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他们那个团队发挥的不够好 所以这一次他们没有得冠军 但是金州勇士队呢 哎他们的团队精神非常的好 虽然每一个单个的个体不一定比得上这个Lebron James 但是他们的这个团队的合作 所以使他们今年取得了这个总冠军 那有的人预言了 当然这是人们的预言不一定是对的 说现在可能就要开始这个 这个金州勇士队的团队文化的精神了 这个精英文化的这个 这个也许要过去一段时间了 就是有些人这样预言 那么下面这个照片呢 是今年的这个金州勇士队的这个得MVP的这个最有价值的球员的这个他得了这个奖 他是谁呢 他就是杜兰特 然后凯文杜兰特 那么他因为和刚才那个边上的那个斯弊文和凯文 他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所以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 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上帝的伟大 上帝给他们取得这样的成绩 那我后来看了一些视频 打完比赛以后看了一些视频 确实他们在接受这个电视记者的采访的时候 他们是这样说的 说Great God 他们的团队都会把上帝也提出来 这当然是非常好的 不过我说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例子的目的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世界在跟我们抢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这个圣经所给我们的三观 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去影响他们的话 那这个世界就把我们的孩子抢走了 所以你就不要想他成为一个 你心真 哎呀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 不是我想要培养出来的孩子呢 因为不单纯是把他带到教会 这就叫做是给他圣经的价值观了 而是说你把他带到教会 还要在教会的整个团队的里面的合作 以及你在家庭里面的生活 都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才有效果 如果只是你把他带到教会了 以为教会按照教会这样的教导 就他一定会成长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一个是有用的人 一个是我们父母心中的那个理想的样子 不一定哦 你以为带到教会了 结果为什么你发现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大学毕业以后 甚至进了大学以后 就再也跟神没有关系了呢 你从小也是跟着父母一起去教会的 就是因为没有把三观 借着在平常的团队的 我们的服饰合作里面 以及在家庭里面 不单纯是父母 不单纯是周围的人 都能够一起配合 来把这样的观点来传授给他们 所以当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时候 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孩子 你的孙辈 看电视 看报纸 看什么的时候 你要参与到其中去 比如说下面这个图片 下面这个图片 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 当年 风动一时的 莫尼卡和克里顿 这个匪门 这个一些 什么什么事情 我们就不去说了 如果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 如果你的孩子也听到了 看到了 你要给他一个评价 一个结论 你不就是随随便便 他们看到了 就好像过去了 就要给他一个评价 一个结论 处于世界顶峰的 这样权力高位的人 包括克里顿总统 他也没有办法 胜过罪恶 如果不靠着耶稣基督的话 他也照样的没有办法 胜过罪恶 看见没有 所以你就可以给他这样一个提价 就是虽然他是总统 虽然他身居高位 处于世界权力的顶峰 但是他还是一个罪人 这是我们可以传授 把这样的价值观 人生观 来传授给我们的孩子 所以他平常在看玩电影 他平常在看书 他平常在看什么一些视频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在看些什么 虽然我的英文不好 但是我有时候看到孩子们 在家里看什么的时候 我会注意一下 他们在看些什么 然后时不时的 也会跟他们一起讨论 一些评价 一些东西 把我们的价值观告诉他们 你看到这个东西 哪些是有问题的 哪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都要告诉他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优先的次序 就是要把神而来的 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世界观家族观人 什么样 传递给后一代 不只是说 你花时间陪他就够了 那第二个方面呢 第二个题呢 是什么呢 是还要有计划 培训的计划 那培训的计划的话 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做一个职业 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学问 今天我们要去 谋求一份工作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来培训自己 培训别人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当神让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 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 来培训自己 常常没有 就匆忙地就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然后就成为为人父母了 结果又把从原生家庭 带来的不好的东西 继续传递给后一代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形 但是当我们有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对待 提摩太子 你看 第一个呢 要刻意地安排特点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 这个培训的计划 这个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跟那个刻意地去陪孩子 有一点点相同 但是那个刻意地陪孩子呢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安排特点的时间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里是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时间不只是说 我们天天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 就是叫做陪孩子了 而是说你每周 你如果没有办法 每天花时间 用三十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 要是你觉得没时间 二十分钟也可以 这个时间来跟孩子一起 来聆修 来讨论属赢的问题 这才叫做特点的时间 不是说你陪他去打球 你陪他去上什么 残艺课这种残艺 那种残艺 不一定是这些 而是说真的你花特定的时间 跟他一起讨论 人生的问题 然后属灵的问题 然后家庭观的问题 这样才是我们做父母应该做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家庭 这么多年来 从生了与配以后 一直到现在一路一亮 我们都会每天发一点时间 跟他们在一起 入圣经 祷告唱诗歌 然后会讨论一些 有时候会 当然没有每天讨论 有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些 我们彼此对一些问题的 不同的看法 然后呢 借着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灵活一点 当然每个家庭不一样 不是说你一定要照这样的方式 你一定要照这样的方式 我记得在新泽西州的时候 我去跟一个家庭 我们一起去演吹 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备 他就把每个孩子 包括他们父母的 那个装食物的盒子的底下 放了一些纸条 那个纸条是他提前放进去的 上面写了很多很多什么呢 就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他们家庭值得感恩的事情 所以呢 在演吹的时候 一边吃食物 就一边念那个纸条 我们家最近有什么值得感恩的 我们家有什么最近值得感恩的 就他的孩子一一的 把那个 他的盒子里的那些纸条 拿出来念 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 当然不是说 我们都要学这样的样子 就是意思说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家庭的需要 来设定一个 你跟孩子特定的时间在一起的 你就算每天没有时间 至少一周 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吧 来跟孩子在一起 有这样的明修的家庭祭坛的时间 这是非常好的 第二个呢 就是要善用各种方法 这是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跟前面那个特定的时间 第三个呢 就是你要跟孩子立一些规则的时候 你要跟他有关系 先有关系 再见你规则 你说这不许做 这不许做 要这样 要这样 他听吗 他可能小的时候会听 但是随着年龄大一点 他不一定听了 对不对 但是你跟他有关系的时候 他就会听 他不但跟听 他可能还会记在心里面 我就说前两天 我们家的孩子 跟思思 我们就现在他们一起 这个放假以后 也可以去健身房 也很好 然后呢 跟那个经理谈完以后 又可以非常便宜的 一个月这样叫十块钱 就可以 你要想天天去 也可以天天去锻炼 好 就健身房 但是呢 我们的儿子不喜欢去 我们女儿喜欢去 喜欢去健身房 跟思思一起锻炼 玩那些也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也很好 但是儿子去的地方 就不喜欢 但是有一天 我说我不能去 我说你们三个人 都去那里玩的话 我就可以去办我的事情了 那儿子不想去 所以他就没有办卡 他也没有交那个钱 他就不能进去 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 雨露就说了一句话 当时他说 那就用这个 我的卡穿一下 如果没找相片的话 他就可以进去了 就不是就可以 又进去了 又省了钱吗 当时我还想 就觉得好像也可以 我就没有 觉得不可以 我就 但是后来也没去了 雨露也没有去 他不喜欢去就算了 但是过了两天 以后 我想起这件事情来了 我说不对 当时 这个孩子这样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我的不对 我过任了 所以我马上跟 雨露道歉 然后跟他说 当时你这样说的时候 是爸爸不对 应该跟你指出来 这样里面有一些 气质的成分 在里面有一些 欺骗的成分 虽然是 好像我们省了钱 弟弟也可以进去玩 或者如果用你的卡 如果没有照相 他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都是卡 照了相当然不行了 如果没照相的话 就刷一下 感觉那个门口 就是刷一下就进去了 我说 当时爸爸不对 应该告诉你 这样说 是不对的 而且是 虽然我们省了钱 但是我们欺骗了 我们欺骗了 所以说我就及时的用这个事情 来跟他教谈 来跟他讲出我自己的错误 以及他的错误 所以他就听进去了 他就说好 他就知道 应该 以后不应该这样做了 这是想到这个 先有关系 再建立规则 如果你要他 不要做这样 不要做那样的话 但是你没有跟他有关系的话 他不会听你的 那还有呢 就是第四个呢 就是直接让他们 从圣经当中来认识神 来学习神 天父最完美的榜样 直接从圣经当中来学习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从我们老大开始 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有自己的单独的灵修时间 我就跟我们两个 现在他们两个小的 还没有完完全全 养成这个习惯 只是习惯跟我们一起 读圣经祷告 但是没有习惯 他单独的 自己在睡觉前 或者起床后 或者是什么 另外一个时间 他单独的还有一个 灵修祷告读经 这样的时间 他们没有养成习惯 但是我就觉得 我们老大养成的非常好 但是老二老三 我们一直还在 用各种方法 希望他们能够养成 这样的一个习惯 这是对他们 让他们直接从圣经当中 来认识神 来经历神 让他们一生的道路 都不会走偏常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个后面的这一段经文 十四节到十六节 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 一个交代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这里面有几句话 他说 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知道是跟谁学的 而且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呢 是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而且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他这里讲了两点 圣经的功用 第一点 是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第二点 是我们有生活的智慧 你看 与教训读者 使人归正教导的学义 这个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是对的 读者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是错的 使人归正是什么呢 使人归正就是说 当你在偏差的路上走的时候 叫你怎么样 离开那个偏差的路 这是圣经所可以告诉我们的 然后教导的学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正确的路上走 怎么样走得更好 怎么样走得更远 所以你看前面 这个教训读者 是关于信仰的层面的 使人归正教的人学义 是关于生活的层面的 圣经都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当我们的孩子 能够自己从神的话语当中 神的话其实是向每个人敞开的 但是不向懒惰的人敞开 你根本不愿意翻 你也不愿意读的话 他不向你敞开 但是你愿意翻开 愿意读 愿意去思想的话 他的话一句一句都是活的 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天天用的 他愿意向殷勤的人敞开 所以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 圣经的目的就是教属神的人 这里没有打出来 对不起我 我忘记告诉你 十七节就是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是圣经的目的 告诉我们 就是完全不是说我们真的生命完全 不是我们的品格完全 而是我们装备整齐的那种完全 下面有一幅图片 可以告诉我们 当时大卫王要建圣殿的时候 神不让他建 让所罗门建 但是神许可大卫王干什么呢 预备材料 所以大卫王把所有要建圣殿的材料 都预备好了 只等到他的儿子所能忙来建 所以这个预备材料 就跟这里用的这个完全是同一个字 就是装备整齐了 材料都预备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说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完全了 我们的品格完全了 我们一直要到见天父的面的时候 才会完全 但是我们可以装备整齐 就像大卫王为所罗门王预备建圣殿的材料 他把所有的材料钱 木头这是砍箱薄树的一个图片 都预备好了以后 那就可以去照这个样子去做了 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 我们预备装备整齐的时候 我们往前走才会越来越有力量 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今天弟兄姐妹还要把那个电影看完 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活出生活的榜样 这是第三个批 就是讲了那么多 但是我们在座的父母亲 已经是长辈 你的孙辈都很多了 你觉得你没有必要学了 错 还是要学 我们要第一个 第一个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就是我养育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神为什么要我养育这些孩子 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为了使我面子上有光吗 难道是为了圆我儿时的梦想吗 我小时候我没有学这个 我小时候没有读那个 我小时候没有做那个 现在都想让我的孩子做 难道是这样吗 不是 如果只是为了圆我儿时的梦想 为了让我们面子上有光的话 上帝不会把他这个产业吃给我们 是要我们怎么样呢 圣经上约翰文十五章 已经有了答案 就是天父就是栽培的人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但是父是栽培的人 所以真正的养育孩子的目的 是让天父来栽培他们 让他们成为神所眼中的一个有用的人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问自己第二个问题 就是孩子到底能够从我身上学到什么 我天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孩子能够从我身上学到什么 我们要问自己第二个问题 那么保罗在第三章十到十一节里面 他说了一段这样的话 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行 质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这是保罗对提摩泰说的 他不是只是口头上说 他是说我的 看见没有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 我们养育孩子的目的 第二 他能从我身上学什么 然后我们要看看自己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 我们是否讲的和我们行的是否一致 第二 我们人生的志向 我们自己的志向和我们要求孩子的志向是什么 第三 我们的成熟的品格 那保罗这三件他都做到 你看 他是言行一致 他说我的教训吗 是我这样教到你我也做了 你看 我的信心 我的宽容 我的爱心 我的忍耐 是我的 他用的是我的 他没有说你是从第二手资料 第三手资料 从别人身上学的 是从我身上学到的 他告诉提摩泰 所以这是保罗的言行一致 他的人生之下 他说 我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主而活 所以他也是这样活出来 他的成熟的品格 刚才我们说了 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 他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所散发出来的光辉 可以影响提摩泰 所以这是他是一个好的属灵的父亲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最后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跟谁学 保罗他跟提摩泰有这样的三件事 有这样的两个问题 然后最后他跟谁学 那么前面的经文就是说 你要把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这个谁在原文当中是多数 不是保罗一个人 还包括他的母亲 尤尼基 还包括他的外祖母 罗姨 还包括所有的在他边上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最后我们要强调 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氛围 要有这样的一个气氛 在你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 在你来教会聚会的当中 都要用你的一言一行 成为我们在教会里 走来走去的 看来看去的孩子们的榜样 这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满心地感谢你 谢谢你借了今天的话语 虽然孩子分享的不是很全辈 还有一些信息没有办法 详细地跟弟兄姐妹分享 但是这是次要的 更重要的是 让孩子 我能够在每天的生活 在教会 在家庭 都能够活出你的样子来 成为一个孩子们的榜样 也让我们在座的长辈们 在我们的中青年们 都能够成为后一代的榜样 谢谢主 好 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家庭 透过我们每个人的 个人的生活 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 这是主 你自己的心意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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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